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艾佛科技 我是森森 作为一位忠实的Windows用户 同时又是一位DIY好者 今年最吸引我的产品莫过于英特尔在CEI上发布的NAC9 幽灵峡谷 仅有五双的空间可以塞加一颗i9级别的CPU以及台式机版的RTX2070 可以说是目前最小的高性能主机了 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这次的NAC浑身上下都是可以升级的 不仅仅是显卡 连内存以及硬盘都可以升级 不知道又有多少Mac用户流下了心酸泪啊 这么强暗的产品很难不让我们浮相联片 恰逢我们最近洗钱新房 以前朔大的台式机明显是不方便运输的 又轻又小性能的强悍主机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庞总干脆给我们批了这台NAC 应了应急 小雨精致是这台机器到手后的第一感受 和以往的产品相比 这次的NAC9明显大了一圈 全身采用金属材质 机身左右也布满了网眼 无处不待暗示硬件性能的强大 以及为了散热空间预出足够的风露 整机三维23×9.5×21 这么说可能不太直观 大概就是几平克2的大小 整机重量3.8千克 放在包里轻轻松松 NAC9的拆装也十分简单 只要你会给笔记本轻回 那装好这个NAC就不再画下了 拧开机晶顶部的两颗螺丝 可以看见两个通过触点连接的80毫米风扇 顺势将侧板与挡板开启后就可以看见这颗 嗯 不对 这块插在PCIe上的CPU 拧下螺丝后才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CPU以及蓝桥全部铺在散热模块之下 旁边就是内存以及硬盘 这块计算单元可以理解为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主板 整个机器的合计模块只有这么大 对 只有8正大小 英特尔官方称这个模块为计算单元 是一个半开放的新标准 显而易见的好处除了缩小机身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方便升级 避免了以后想升级CPU却发现插槽也坏了的尴尬 你懂的 插槽孔模英特尔 别看尺寸小 Io接口可是一个都没拉下 极为现金的3.5毫米RGMI一贴口 6个USB-A口 一个SD卡槽 两个网线接口 以及两个雷电三接口 该有的都给你配齐了 计算单元旁边就是两个PCIe插槽 其中一个是满速的16倍速 也许是英特尔觉得买这个NAC的人 一定会买显卡吧 很友好的 将显卡的8频供电线也准备好了 连理线都不用了 机械的最下方则是有一款 由全汉定制的白金牌500瓦EU电源 如此豪华的EU电源 我还是第一次见 不禁去某宝搜索EU电源 大部分不是大船来的扬拉紧 就是不知道哪来的拆机会 哪天炸了都没地方说理去 性能也是这次NAC的一大卖点 我们购买的NAC9是采用智强处理器的衍生版本 石鹰峡谷 与幽灵峡谷最大的区别就是机箱上没有骷髅logo 哦不对 是将不锁备屏的i9替换为智强 是一颗BGA封装的笔记本U 8核16线长 单核锐屏最高5G 全核最高4.2G 顺便支持了ECC内存 然而我们考虑到日常使用中ECC内存感知不强 首先我们就干脆买了两条8G普通内存 固态则是西部数据的SN5501T版本 受制于体积大小显卡最高也只能选到2070了 这个配置不论对于生产力还是打游戏都是非常强劲的 可我们作为科技媒体就是不信这个鞋呀 考虑到最近AMD非常业子 我们就想自己传一台小钢炮来怼怼英特尔这个牙膏大户 事不迟疑现在下单立马装机 嗯 先不提这个机器装的多曲折 单纯这个头也推大了吧 讲道理我们买的都是目前立刻能到手体积比较小的产品 虽然我知道定制机箱会比这个小很多 但是需要提前订两个月才能交货 我要是脱稿两个月 彭总不得给我开了呀 算了算了东西都准备好了 先看看它俩表现如何吧 先来潮潮理论性能 由于采用了桌面满血的显卡 Time Spy从今跑到了8700多分 Blender宝马测试也仅仅只需36秒 内存这边NAC延迟60纳秒 而AMD那边Rizen由于多CCX设计天生缺陷 即便是参数优化过 延迟也只有71纳秒 还是略数一点点 接近生活的生产力工具 我们选择的是PR导一段8分钟 H265 4K 60帧的素材 经过剪辑后导出我们常用的预设进行渲染 用时6分多钟 远比我们剪辑老师11分多钟的iMac快 当然了有句话叫游戏改变世界 我们也选了几款游戏进行测试 色个星调奥多赛 我们力颖暗影 以及彩虹6号 结果如图 哦对还记得上次ServiceBook3不到15帧的光追我的世界吗 我们这次也跑了一下 看了这么些是不觉得这个NAC无敌了呢 其实啊 这些测试基本都是吃显卡的红利 真正的CPU运算不是很多 这个NAC的弱项 恰恰就在英特尔这个万年的14纳米CPU上 Cinebench R20跑了3310分 远低于AMD的4756分 Eakbench单核1132 多核7315 也是要低于AMD那边的1284 8251分的 实际证明AMD确实是yes 之所以NAC能跑出这个成绩 一方面是因为14纳米制成 确实有点跟不上时代了 英特尔的Skylake架构 也不如AMDZ2架构的效率高 另一方面则是软件限制比较大 这颗制强处理器默认只给了60W的PLE 60W的PLE对笔记本来说还算激进 而对于这类体积大一些的PC来说 就有点略显保守了 所以英特尔也贴心的开放了许多可以调节的选项 如电流电压功耗等 虽然这颗制强不能像i9一样自由调节备屏 但是这些参数对于日常使用来说足够了 于是在我们最终调试下 我们发现功耗拉到95W 差不多是这台NAC的上线 Cinebench分数提高了3364 Geekbench提升到了1200 7484分 限制功耗的主要罪魁祸首是温度 现代电子科技发展至今 也摆脱不开热力学三大定律 如此强大的性能离不开发热 默认情况下单烤FPU NAC CPU频率跑在3G 功耗60W 核心温度728度 而功耗拉到95W后 手动降一点电压 最终核心频率3.4 功耗90W 核心温度92度 这个成绩对于这个体积的机器来说 是无人能级左右的 NAC有采用垂直风道设计 热空气从两侧进风 显卡与CPU吸入热风后 将风从向上排除 顶部两个风扇可以加快整个空气流动 从而提高散热效率 并且这个赤枪处理器属于笔记本U 笔记本U嘛 都是在产生上比较体质好的个体 并且笔记本U没有台热机的顶盖 而这核心直接接触散热器 少了一层隔阂 温度自然更好控制 除了温度 声音对于日常使用影响也是很大的 毕竟谁都不想工作时候或者娱乐时候被打扰嘛 空载时NAC声音为45分贝 即便是满载时也只有55分贝 日常使用中几乎可以忽略补计 而且也对于声音敏感的人 可以在BIOS里调节一下风扇曲线 讲到这里大家应该也只有一个疑问了吧 这么好的产品 那么代价呢 很简单 就一个字 贵 这台NAC9没有显卡 没有内存 没有固态的价格 就已经超过一万大洋了 而这块华硕定制的小型2070价格 也已经超过标准的尺寸的2070S了 即便是自己存的那代机器 799的机箱就比大部分机箱贵了 同功率电源里 SFX大小也远比标准尺寸的电源要贵 主板界里除了旗舰大板 ITX也是贵 贵的道理也很简单 在不损失性能的前提下 缩小电子元器件 就意味着更高的集成度 加工成本也会随之增加 而像NAC这类出入市场的产品 没有标准这样的基础 单独开门的成本只会更高 而且目前这种小主机本身就是小众产品 出货量只有很小的一部分 成本又高了 最终的结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超小的主机想要时间和标准主机的一样功能 以提高体验 就需要付出额外的代价 个代价就是钱 NAC或者ITX机箱本身就是一种小型化 有一定便携性的桌面解决方案 如果偶尔只是非常偶尔 有移动电脑的需求的话 这里主机还是很合适的 满足这类的适用人权 我能想到的大概有 在读的高校大学生 不过最近疫情好像也不容易移动 或者是在外打拼的后浪们 隔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搬家 还有这传统笔记本很难触及的性能 也比传统机箱有着刚好的便携性 当然了 静置小巧的外观本身就很好看 稍微弄弄灯控 你完全可以把这类电脑 当成现代家居的一部分 它可以像艺术品一样成为另类的装饰 PC行业确实一个进步和发展 都远不如以前的行业了 新型的各类平台 诸如手机 平板 核心主机 甚至未来的VR AR 都在蚕食这个行业 但这次的英特尔NAC9 确实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 新采用的技术都很大胆 放弃了木桶传统电脑的电源 主板以及散热设计 新推出的可更换的计算单元 保持了一定的可更近性 和我心目中的PC几乎一模一样 三年前全面屏刚刚兴起 交互从点按变成了 大量触及屏幕边缘的手续操作 我们敏锐地开发了边缘124的大湖边钢化膜 让每一次策划 都如同冰块而不肌肤感水润 也让水滴这个名字瞬间成了流行 现在爱否水滴钢化膜上市三周年之际 再一次迎来了升级 保持强度的同时弧度增加到了154 过度更自然 视觉更圆润 手感更舒适 也适配了更多的机型 两件8折 三件7折 另外为了真诚的感谢大家这些年来 陪我们一路走过 下单新的水滴钢化膜之后 将您最早的爱否淘宝订单的截图给客服 还可以再获得满三个月9折 满一年8折 两年7折 三年5折的折上折 活动仅限三天 再次感谢 好了这里是爱否科技 如果喜欢本次视频 请点赞转发投币 我是森森 我们下次再见